你认为我这张脸如何 姑娘好美 萧儿 今后你就在这里伺候了 是 姐姐 萧儿要伺候的这位姑娘姓七 姓风 叫风细细 这猪排就是品花楼姑娘们的排名 排名 我们品花楼最有名的就是绝色名花榜 不要以为凭着一张好嘴 就能在我们品花楼做好差事 好好学吧 是 姐姐教训的是 姐姐 萧儿她不太擅长与人应付 可否请姐姐讲解清楚 她要伺候的这位风姑娘有什么喜好 喜好不清楚 不过风姑娘倒是有一个习惯 从不伺候朝中的人 再大的官也不理会 倒是对江湖中人和山谷的客人很看重 身在洛阳却从不伺候官场中人 实在是个怪人 风姑娘 这是花大娘指派给你的丫鬟香儿 满脸泪痕哭得晦气 我要这个 这人 是要伺候凤凰姑娘的 怎么 你是知道凤凰这个月的排名押过我了 故意拿她来吓唬我 不就是个丫鬟 也值得你生这口闷气 碧儿啊 就把这香儿给我吧 多谢凤凰姑娘体谅 这明花宝每月初一都会换一次新的 来来回回的姑娘可不少 凤妹妹 不必如此执着 下月初一 你我排名字会见分晓 若到时候我押过你 你也无需执着 实在乎 走吧 进来 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是想要赚点银子花 即使为了银子 那为何刚才将卖身的银子 给了香儿 我 无话可说了 我不比你 每个人来品花楼 都有她自己的目的 包括我 多谢姑娘体谅 不管你来做什么 既然入了我的房 那就得帮我 可是我才刚来没多久 能帮到姑娘什么忙呢 你认为 我这张脸如何 姑娘好美 比起那凤凰如何 若说起容颜的话 姑娘更胜一筹 可我却连着六个月 在排行榜上被凤凰押住 我要你在下月初一 帮我做进品花楼 绝色明花榜的前三甲 可是这绝色明花榜 我都没见过呀 绝色明花榜 就在大门外 哦 就是那块匾 对 你帮我 我就留下你 若你帮不到我 那我便叫你赶出品花楼 哥儿 你肯定不愿意刚来 就被赶走 对吗 只要不做商店害理的事 又不是让你去害人 我是想 要你帮我抢那一位贵客 贵客 天下无刀城的少主 刀无侠 你不愿意